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妈 人呢 哎呀 还要晒多久啊 还晒了半个小时 你也可得坚持住啊 爸 你跟我妈去哪儿了 我到家一个人都没有 我跟你妈在楼底下正晒太阳呢 大热天晒什么太阳 你看你那一头的汗 你别再跟我妈去瞎闹了 回头你俩都中熟了 什么我瞎闹 咱们晒太阳不是就为了闷汗吗 我跟你说 只有闷汗 在体内的毒素才能被逼出来 我们真是排阻毒 你俩要是再不上来的话 我们下去了 哎呀 行了 行了 闺女 马上 这条传言说的是 着毒是百病之源 适当闷汗排毒 立竿见影 看看大家怎么说 向好 生命在于静止 有时间就应该躺着 你去蒸过桑拿 或者说刻意去闷过汗吗 那不会 有时间吹吹空调多舒服呀 九医生 要不要喷它 应该喷 应该喷 我们该怎么理解他刚才的这个话呢 这话有点绝对 因为汗呢 它本身呢 既是人体的一种生理现象 也可能是一种疾病的反应 当然它更是我们驱逐邪气的一种渠道 比如说我们排除这个灼毒 可以利用发汗的方式 但是闷汗呢 它也要看它的具体情况 比如有的人他是不爱出汗 或者说这个汗出不来 那可以适当的闷汗 如果说这个人呢 他是容易出汗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 根据气候的特点 只要是人体能够微微汗出 它就有这种排解灼毒的作用 达到了目的就完全可以了 那方法长这个汗呢 和灼毒到底什么关系 中医讲就是 阳气作用于今夜 从汗孔排出体外 这就是汗 在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驱逐灼的方式 中医治病讲究阴时力导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 灼毒尤其在皮的皮表的 那就可以通过做汗的方式 来排解灼毒 但是要注意 如果有些人不能出汗太多了 太多了就容易上瘾 有些飙虚的人 也不能出汗太多了 所以要辨证的 要动态的 让我这个出汗 就是出汗是好事 别太过了 解肥医生还给我们带来了 一种运动 出汗排毒的养生操 叫做化灼解毒操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一看 两腿打开 一肩等齐 气称丹田 凝绳静气 遗均 胳膊 慢慢下蹲 双手交叉 缓缓呼气 入陆陆 入陆陆 入陆喉老院 起升台币 缓缓吸气 锅顶香肌 入正式育饼 一个周期 好 这个动作倒是不难学啊 现在已经微微出汗了 这套这个化灼解毒操呢 我们建议是最好是在早晨做 那么时间段呢 一般选择七点到九点之间 那么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动作呀 要缓慢 另外一个呢 用力要均匀 第三个呢 呼吸也要是均匀 适度 那么达到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特别重要的一点 微微汗出 这个就达到我们的效果了